中国才片面决定从今天开始 M503航线全面实施 换言之 中国民航即将紧贴着台海中线来飞 同一个时间 就传说了今天有14架次的共机 就越过了台海中线 昨天我们说的 民间掩护军事攻击 木马屠城的威胁会发生吗 危机症步步升高 专家分析 中国经济腿软 现在它需要一场战争来壮胆 今天杰明来告诉我们 最后谁会先腿软呢 好 当然国防部今天马上公布了 M1503已经正式启动的时候 果不其然 有高达这个33架次的战斗机 以及5艘这个航舰 贴着M503的下方进行 但是比较注意的事情是 你知道吗 M503距离这个中线 大约就有7.8公里的情况之下 果不其然 有14架的战机 就穿越了这个我们说的中线 所以压迫台湾的力道 是非常强劲的 所以这个国家安全研究所的 沈明氏 这个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军事专家 就说 其实中共正在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用航线改变 执行所谓战争与和平间的灰色地带 事实上基里额南比 这只有50海里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也就引发了 这个我们说的前战争学院 容易讲做廖宏霞 就这么说的 他说如果飞机偏离航道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 本来我们的战机只要去追踪 所谓中国的战机嘛 但现在有民航机跟这战机的时候 假设民航机因为什么某种情况 它偏离航道 只有7.9公里就到中线 你知道以时速 400到500公里的速度进行 7.9公里只是瞬间而已 那我就问 在这样的前景之下 我的IDF 我的幻象 我一旦发现了 你图谋不轨 一样我管你是客机 我立刻要升空去戒备 时间就有三分钟 你觉得来得及吗 根本不够 根本就不够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极端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你就好奇 这个事情怎么改变呢 时日我们的担忧不是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70%的航空域 都是由中国的人民解放机所控制的 所以他今天要做什么偏离 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压力 但我觉得台湾政府也不是没有准备 那我们知道每年呢 这时候都有春节加强战备 那以前春节加强战备 我们都知道行礼如宜嘛 但是这一次呢 增加了一个科目 这科目呢 叫做什么 本来是因应中国 本来是演习哦 突然间变进攻 而且我们可能有隐藏人分子呢 有引导他们攻击的力道 所以这一次的春节演习 非常的厉害 包括什么东西呢 包括了防护逆渗透 反特攻演习 还有模拟实战化演练 以及各种兵种的协调 所以这一次是有实弹的哦 是有炮火的 从来没发生过这个事情 好 这个是我们的春节演续 你刚提到了 我们从防守 现在开始有一些 进攻的科目出来了 观众朋友 再强调一次 今天2月1号 不要觉得M503航线 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件事情 台湾这边开始在戒备了 美国在动了 日本也在动了 没错 我们正在台东演艳 所谓的这个春节 加强战备的时候 其实同时间里面知道 在日本海也非常的不宁静 这个美国太平洋空军呢 派出了他们这个美军的 B-52轰炸机 开始进到这个日本的领空 你知道日本配合的这个基地 有多大吗 有三个重要基地 包括千岁基地 还有竹城基地 以及百里基地 各派出了F-16 F-2的战机 迎合这次的战事 那你以为这三个基地没有 还包括九州的春日基地 本州的人间基地 以及三则基地 全部都配合网路征收 所以这一次的演练呢 日本总共动用六个基地 来应应这个M-503的航线 日本比我们更紧张 但是呢 有一个隐藏版的事情 让我们觉得最为惊人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其实是来自 日本科技网站 叫Frytine 他就说 其实这次美军 还有一个非常重头戏 就是他们在三则基地呢 美军出动了12架F-16战机 好 三则基地在北海道 那你在北海道演练 那是你的事情 没有 他是直接从北海道 直扑600公里之外什么 这个百里基地 百里基地在哪里呢 就在东京最大的 所谓的国防基地 那这个情况下 美国防的动作是非常积极的 而且是有效战略 这么大一步 为什么就是担心台海 万一空中擦枪走火的话 绝对不能有一个万一 但问题是专家都说 现在中国的内部压力三大 经济根本操灰搭 需要一场战争来壮胆 台海有多危急 你就看看 他内部的经济压力有多大呀 好 我们知道中国最有效的方式呢 就是我说的 封锁任何不利的言论 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 其实在中国 还是有些所谓的财经专家 他们在写文章是非常直接的 但是我要说一句话哦 这个财经传媒 其实是中国最大的网站之一呢 他们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就是回顾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间 国民经济 濒临崩溃时的情况 这篇文章描述这个情况 他当时讲一句话 在这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其实官方坚称 中国情势大好 但实际上是名声凋敝 那这篇文章一公布出来 是不是影射当下呢 可是人家让人家觉得 这篇文章发的时间点 太巧合了 他在毛泽东七十年 逝世纪念日的前一天 引用邓小平所说的一句话 叫做时事求是 好 这篇文章我们这样讲 坦白说 你用的是当时毛泽东时代嘛 那你也是引用邓小平 时事求是 我基本上认为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 对不起 马上这篇文章就被封了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对啊 那时事求是啊 把数据说清楚 让人们知道啊 好了 当然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事情被封锁了 但我觉得下一篇文章更可怕 所以你是在高级黑 现在的政权 现在的习近平下的 经济样态 人民过得不好 你没有时事求是 你不敢面对真相 你不敢讲真相吗 是的 所以我们用预言吧压制完 让大家觉得 这个是太平战士 但事实上可能隐藏的是 中国经济可能真的 已经到名不聊生 我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直接看这篇文章 这是经济学家李迅蕾 李迅蕾大家常常看 研究中国经济 李迅蕾算是敢写的 他直接这次的标题 在跨年2024年的时候 他写的这个标题 他说中国有高达将近10亿人口 也就是9.64亿人口 他们的月入在2000人民币以下 其实这篇文章 我们在之前就听过类似的 也没什么了不起 李克强也讲过了 那这篇文章大家都知道 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重复一下 让中国注意一下 这个月收入不够高 我觉得这篇文章OK 很不OK这哪里OK了 今天月收入2000一下 只有台币1万块 9.64亿几乎13亿人口 几分之几你自己除看看 这个怎么可以 习近平的脱贫 习近平的共同富裕 怎么可以让你讲成这样 到回来之前 习近平是OK的 他就执行所谓的脱贫计划 但这次不OK了 这一次立刻这文章秒三 而且你去问这个李迅 你看吧 出大事了吧 对 你问李迅 李迅说没有这篇 没有任何回应 但因为为什么这样 因为中国曾经谈过 共同富裕 就共同富裕 两年之后竟然会有 这个9.64亿的人 他的所得竟然在 2000万人民币 中国脸面无光 可是我们说的是 真的到底去年 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这么两篇文章 就被下架呢 因为去年写了一篇文章 中国18岁到24岁年 失业率高达 21到24个百分点 这件事重创了 中国领导人的信心 所以这篇这个数字 立刻中国就不再公布 所谓的失业率 但最近又公布了 盖牌半年 就再重新先牌 这个数字太棒了 这个数字已经低于欧美国家 因为欧美国家这种 18到24岁的失业率 也大概有14到25个百分点 他公布出来是一口气大降了 将近8个百分点 漂亮 真的爽 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个半年的时间 中国经济有变好吗 半年之前 年轻人失业率24% 下到直接盖牌 半年之后经济有好到 有底气有勇气 重新再掀牌吗 这根本就是飞速的时间 因为你不可能半年改变这么多 简单一句话 第一件事我把所有大学生 这边都不算进去 那就剩下 9千多万人口 只剩下大概三千万人口 这三千万人口呢 如果是爸妈养你 继续领爸妈的也不算 这又取到一部分嘛 那这个情况算一算 果不起来 这数字是大幅减少的吧 原来是重新认定 重新定义 重新粉饰 非常严峻的青年失业问题 粉饰到不吓人了 再翻牌给你看 重严认定 就没有这么多人失业 没错 你知道这个有多宽松吗 有一个年轻人 也不是年轻人 他已经35岁 他在35岁之前 很努力地工作 也算是不错 他存了100多万的人民币 就是他 那他是活在垃圾堆的男人 但是你不要小看他 他就是把这100万人币 就存在银行 每个月领利息 吃个泡面 日子也过得很开心 他说要躺平了 他不工作了 但是因为他有 从银行领到利息 所以他也不算失业人口 所以这个情况 你就知道中国现在的经济数据 有多造假 所以德国就说了 小心中国两年后 公布经济成长是 -9.5的时候 你就知道真正的灾难 已经发生 德国要准备 今天很多人都在问 M503航线到底是什么 观众朋友 中国突袭式宣布 再过三个小时 2月1号开始 全面启动这一条航线 意味着它将贴着台海中线 来飞 人就告诉我们 最担心的 会不会由民航掩护军事 发生木马屠城计呢 这一次呢 中国民航局 他就宣布说 2月1号将要取消 M503航线 自北向南的飞行偏制 同时启用这个 W122 W123航线 由西向东来飞行 但我用这个图解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件事情为什么 到我们现在陆委会 居然讲说 如果你今天一定要这样 一意孤行的话 后面你可能要承担 可能面对的后果 因为你知道之前 这个中国大陆不是宣布说 他们要启用M503航线的时候 那时候引发很多的 这个抗议 结果呢 其实经过协商之后 中国大陆在原定的 这个红色这个M503航线 实质飞行的 它其实往这个 所谓的西边 偏制了一段时间 大概有偏制 大概六海里 所以它现在的M503 还是真正走的这一条 路线是在这个位置 可是2月1号宣布完了之后 它就告诉你讲说 我原先偏制的部分 我不要再偏制了 我就要回到我原先设计的 这一条503航线这里面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它的真正方向 是从游北向南飞行的 这个距离 是这个样子走 可是它在这一次呢 同时告诉你讲说 我们刚刚提到了 W12跟W123的航线游戏向东 因为之前 其实在这个M503航线里面 大家也会比较担忧 就讲说你如果直接这样子 从这个地方飞过来 飞过来 飞过来 很有可能对我们这边 会产生这个疑虑 所以你在从这个地方 再看的时候 它现在告诉你讲说 我们以前有点善意 就告诉你 我可能是这样绕过来 飞行的这一块 现在我不要再绕了 我要怎么走 我要直接呢 W122 W123呢 就是直接从福州 我就飞到这里 往这边移动 我从厦门这里 飞过来就往这边移动 好 那现在对我们来讲 其实真正遇到的困难是 如果我今天要用这样的方式 第一个 你把这个所谓的M503 贴到所谓海峡中线的 这一条的时候 对我们来讲 空房上面 当然会出现一些 比较大的疑虑跟隐忧 因为很简单 我怎么知道你来的 这个飞机是不是 民航机 还是政治军机 第二个 你现在告诉我 说W122跟W123 我可以直接这样飞过来 那就压缩到我们 空中的预警的时间 好 那更大的问题是 你知道我们其实在 这个所谓海峡中线的 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位置 跟这个位置 其实固定都是 我们军方的演训区 如果今天你把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M503 拉回到贴近海峡中线 那我为了在很多 这个方面的考量 我可能也会把 我的演训区 往内再偏移 那往台湾这边 再偏移的时候 变成是怎样 你知道我们空房预警的时间 原先有20分钟 现在可能会缩短 变成只有10分钟 这个就是台海防卫上的 一个最大的警讯 来我们再看一次 现在黄色的这条虚线 是现在的航线 老共紧急宣布 图形式宣布 从明天再过三个小时之后 它要往中线贴 变成红色这一条 越往这边贴 对我们的极限施压 就越大 更敏感的是 这两条虚线 W23跟W122 现在这两条虚线 本来是存在 本来是可以这样飞 远离台海中线飞 我们没意见 现在打算开放 它往这个方向飞 往这个方向飞 就迫近了我的台海中线 那我就问 如果你的目的是 要让台海中线 消失不见的话 接下来会带来 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影响 所以现在对很多 观察者来讲 比如像苏子云 还要讲说 你这个根本就是 在切香肠嘛 你一条一刀一刀切 就是想要压缩 我这个空间 甚至你看到 中国人大教授 叫金灿隆 他还讲说 我告诉你 其实在台湾这个区域 在东亚这个区域 他已经觉得大陆方面 拥有绝对的优势 可是这个说法很奇怪 你要优势什么东西 就是银行机在飞行 所以他看起来 不只是只有 政治上面的意味的 这个谈话 甚至有可能是有 军事上面的意味的 这个看法 所以现在呢 其实你说 对于美国来讲 美国其实也高度在重视说 你中国大陆 如果今天这样切香 切到最后 会不会整个现状 被你改变掉了呢 今天讨论这题 大家绝对不能够等前 是知为什么 我们刚刚选完大选 美国还没选 他们就压在秋天之后 中间这个空档 会不会是老共添乱的 一个空窗期呢 这个所谓的空窗期 如果从看来过去 几次里面 中国大陆对台湾这边 不管是政策或很多改变 通常选在一个什么时间点 你知道 台湾的大选之后 美国的大选之前 就是现在啊 那这个时间点呢 其实所以大家看起来 美国事实上也早就开始营业 所以之前呢 大家就发现到说 美国已经开始在西太平洋 这个地方啊 以前我们不是只有G7线队 它是驻扎在日本的 这个横须赫作为母港嘛 现在看起来 美国已经开始啊 部署三艘航母的部分呢 要到哪里去 要在台湾这边 而且这个在2020年6月的时候 就已经真实发生过了 那这段时间 我们是不是看到 美国事实上也有第三艘航母 要进到这个所谓 横须赫这个地方去 所以看得出来 美国啊 其实是很高度重视说 如果今天所谓的片面的现状 被改变之后 会不会成为整个的 这个亚太战役的 这样的一个军事呢 受到破坏 那当然对于美国来讲 美国不是这样子 我随随便便就认为说 你对我有一些 为什么 一定要经过兵推啊 你知道吗 在CSIS在最近公布啊 他们对解放军的 这个所谓的兵推的结果 那当然我们讲兵推结果 一定有各自想定的项目 所以他兵推 2026年的这个台海战争里面 当然我必须诚实的说 如果以台湾单方面跟中国大陆 发生战争的时候 可能对台湾来讲 会处于相对不利 所以他们在这个兵推的状态之下 他们也设定了参数是 如果美国没有介入 还有美国介入 但是日本没有参与的这个状态 所以代表什么 这个有没有把美国跟日本放进来 代表是要把美日能够动用的兵力 他一样进入到参数的 想定的里面去 结果他们公布这个兵推的结果说 在24轮的兵推结果当中 如果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 是解放军获胜 但是赢的机会只有两次 这两次是哪两次 就是为二 第一次是美国没有介入 第二次是美国介入 但是日本并没有参与 比方说 日本的机场不让美军起降 所以你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现在美国的三艘航母 部署在西太平洋 原来经过了这一轮兵推 好啦 那22次老共惨败 那个情境会是怎么样呢 老共虽然是惨败 我跟你讲 他就算胜利也是惨胜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在兵推的结果里面 其实你刚刚讲说美军介入之后 美国其实对战损的部分 控管是非常严格的 他后来在兵推之后也发现到 美国很有可能在介入战争之后 会有两艘航空母舰被击沉 而且美军事实上也有3000人左右的伤亡 台湾这边当然也会有官兵的伤亡 但重点是 你解放军为了要达成这样的一个战果 你面临到的兵推结果 叫做解放军全部被歼灭 所以你看 华府智库CSIS 他们也调查说 今年爆发台海危机的可能性在多少 以前我们就讲说台海可能发生战争 现在都讲说台海可能即将要发生战争 你知道吗 有52位的美国专家 里面他们认为说 有68%的人认为今年很可能爆发 有12%的人认为非常可能 甚至在这个调查里面 也有包含35位啦 这个所谓台湾这边的这个专家学者 结果呢 也有将近这个58%的人认为 可能会在今年发生台海危机啊 好 导播我们回过头来看 今天为什么M503这一条航线 引发了这么多人的热议 而我们更要讨论的是 劳共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出手 对台湾来讲 大选过后 从ECFA 从外交的拔装 外交战 接下来这个M503才是真正最棘手 为什么这个时间出手 对台湾极限施压呢 其实呢 在过去观察 就是台海之间 有可能爆发危机的时间点 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讲 就是说你台湾又要片面改 对面现状啊 你要争取台独啊 你要干嘛的时候 可是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现在面临到 是他内控的问题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有没有可能 藉由台海冲突这边 化解他内部的压力 也是被人家关注 就是习近平有没有可能 在这个阶段里面 做出决定的原因 那这个当然很重要 是经济指标 你看中国制造业啦 PMI连四个月开始进行紧缩 而且你会发现到 以前我们就讲说 你要就是赚外汇嘛 赚外汇我东西出去之后 赚老外的钱 这个对我的经济有帮助 结果没有想到 发现到他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啊 是目前是47.2 你知道已经连续十个月紧缩 现在不是已经是后疫情时期了 所有的疫情中间都开了啊 那理论上来讲 你作为一个世界工厂 生产制造要出口出去的东西 应该更多 但没有已经呈现紧多的这个状态 还有一个部分是他的什么 你知道他的房市问题 也造成他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啊 这个才是严重 中的严重 为什么 制造业里面上游下游 买房子的整个耗材 盖房子的所有材料 一家恒大 大到不能倒 居然变成了 世界各国关注的危机之罪啊 你知道其实在中国大陆啊 那个时候其实不是盖了很多房地产吗 结果导致到啊 到变成烂尾楼之后就出现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恒大集团啊 那个时候整个周转不起来的时候 连香港法院都下令说 我要清盘你知道 可是这一个清盘 不是说香港法院做了这件事 而是他对于整体大陆的房市 都产生冲击 所以你看澳洲就讲说 中国经济放缓 跟这个所谓的房地产的产业 面临的挑战都是什么 都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啊 换句话说 如果中国不好的话 全世界可能也跟着遭殃啊 因为老实讲 这个全世界经济 都是联动的状态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中国房地产 这种所谓泡沫化的状态 你知道吗 原先在中国经济增长的部分 房地产的行业 是占他的经济增长的 百分之三十左右 这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内需的一个来源 最重要的引擎现在熄火了 对 但问题是呢 现在发现到 我今天房产如果过剩 我今天没有人买的时候 他到最后销不出去 是大家全输你知道 好 那就问你啊 之前啊 中国为了要救房地产 对不对 他不是有提出很多的这个政策吗 房地产之前过热 对不对 所以他不断不断的要冷却 不能让你炒房炒楼啊 因为这样子 我今天盖的 不是都富了那一些人吗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一个限购的措施啊 你看广州跟苏州 还有上海 开始相继调整 为什么 因为呢 你知道之前上海限购的 这件事情还冲上微博热的时候 但我一直限购 限购代表是什么 我房子太多了 那我又限购 我是不是空污就更多 所以我干脆所谓放宽 这样一个限制的这样一个数量 但重点是为什么他要放宽 因为很简单 中国房市在一月成交量 年减超过这个百分之十二 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而且我们现在讲 年减是什么 是整个中国的房市 但你对重点地区来看 广州月跌幅是百分之四十五点六 上海月跌幅是百分之二十三点四 重灾区都在北上广深最有钱的地方 这些有钱的地方都这样了 难怪你会看到他们称之为叫做内地 很多这个内陆的省份的那些 那些烂尾楼那些 怎么办啊 这一天该来的还是来了 大到不能倒的恒大 在他们的集团主席许家印落网之后 恒大相关企业挂牌所在的香港 当地法院下令清算恒大资产 这个判决等于正式了敲响恒大的警钟 而这个判决对于摇摇一坠的 中国房市冲击会有多大呢 我们就讲一件事 居然惊动了中国经济沙皇 两度跟中南海喊话 请政府赶快出手相救 为什么要救 一家恒大创造了全中国 三百八十万个就业机会 如果骨牌连环倒 中国经济岂不雪上加霜吗 是 像我们都说一夜之秋 今天如果说连大到不能倒的恒大 现在发现根本就救不了 而且竟然要花五年的时间 进行相关的清算 清算之后 在权人可以拿回来的本金 大概只有2%到10% 这么惨 所以你就知道 它所能衍生出来的系统性风险 包括它原本的原物料供应商 它开出去的票子 这些的供应商厂商是不是也要倒 第二个是包括金融业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会引申成是一个 中国未来的一个金融海啸 可能就在2024年 2025年就会席卷开始 那事实上呢 在恒大还没有导致前 中国现在经济已经出现 非常多的问题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都说 其实北京向来是中国天子小 像经济状况 向来对来讲应该是好的 现在留38岁的211毕业 所谓的211其实就是 类似我们台湾的台经浇这样子的 非常好的名校毕业的人 他竟然失业了 失业之后呢 他骗着他老婆去做外卖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是他老婆跟他讲 你干嘛要这样子 然后讲了一大堆之后呢 本来以为他老婆要骂他 他老婆没有 过完年后我们一起上工 我陪你一起吃苦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说现在这一种类似的事情 不断地在中国上演 而这个影片一在中国播出之后 不断短短半天的时间 竟然就造成很大的一个回响 结果后来到晚上 整个都被撤平了 那人家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怎么被撤平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这个是摆拍啦 所以不可以让他继续传 第二种说法是 因为引起的回响实在是太大了 好 我们看到了 用联想是台湾的顶大 最后找不到一份正职 可以接受的工作 然后跑去外送业 不是外送业不好 观众朋友 而且你知道 今天如果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最好还可以领分红 多好 可是那是想只是想 这个太震撼了 是 因为为什么来讲 刚提到他是二一 也就是说你把我们现在想成 是我们的台清交毕业的人 现在已经38岁的一个 中年的一个男生 你也知道他上有老下有小 在这种情况之间他失业多时 竟然跑去送外送 你就知道他某一种程度上 也是因为经济所迫 而且你知道 刚刚不是提到吗 上架短短不到半天的时间 旋起很大的一个回响 为什么 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牺牲 像是一个科技业年薪 年薪30万人民币 这个很厉害 是很不错 很厉害 对 在台湾也两个 也是百万年薪也是不错的 结果这一个人他也说 他最近也开始跑外卖 因为也是一样 因为被裁员 然后他的情况是这样子 有了被裁员之后 开始跑外卖 另外一个人是说 我被裁员之后 我没有跑外卖 我跟我老婆就拿出 仅有的一个积蓄 我们就排了一家餐饮店 投入了前前后后30万元 想要说我们就当个小老板 就没想到半年就没了 为什么半年就没了 因为真的消费不景气 很多人不舍得消费 所以你现在看到 很多类似的人 坐在这边干嘛呢 有的是在等工作 有的真的是说 其实我找工作早很久 我真的没有地方可去 很多人就席地而坐 席地就躺 因为失业越来越多 你要知道 今天从慧珍嘴巴里 讲出来的一个一个 实际的案例 这不是普通的中国年轻人 他们都是在中国 年轻世代的精英 顶大夫妻 科技男 一个一个被裁 然后不断不断被洗 洗到不知道 哪一个阶层去了 洗到变成税路上的阶层了 所以你现在就知道 另外还有什么 你想说可能是男生 有的男生年纪比较大 可能没有竞争力 你现在看到女生才27岁 而且一样也是21 也就是名校毕业的 她是硕士生 她说她工作大概一年多的情况 结果她想到说 其实她是非常认真的 但是因为公司整个业绩不好 所以要裁员 就从这一些年轻人 就年轻人想说 你现在赶快先把你裁一裁 就她就被裁掉了 所以她现在长得说真的 也是蛮漂亮的 应该是非常急具竞争力的 结果现在一样也变成是 被公司所踢掉的一群 没有办法去继续找到工作 另外现在他们粗估 大概整个中国 尤其是刚提到的 大概30岁到50岁 这个年龄层的附近 还有可能就甚至青年 刚毕业没多久的 他们失业率是高达超过五成的 你想说五成 两个有一个失业 那不是太夸张了吗 她说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很多公司 公司就工厂倒了 倒了之后 很多人以前是上饺子馆 什么馆 就是因为我有在工作 现在变成倒了之后 我就变成三餐吃两餐 两餐吃一餐 所以它会连带冲击的 连带一些消费性的产业 也开始面临到一个 景气消费激动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们都讲说 现在你平常以前 可能是生活费 是2000块人民币的 现在可能短短1000块 甚至是800块 能过日子就不错了 就是一个系统性的 一个危机在这个地方 你要知道 这些都是谋直相对 强势的一群人 当他们一个一个 悲惨的遭遇 出来之后 现身说法之后 那我就不得不想 如果在中下的那些人 那他们不是更惨吗 最惨的还没来 大道不能倒的恒大 这一天终于来了 他的警钟上钟 正式的被敲响了 对 他被敲响 而且人家会认为 这个因为他已经是 从大到不能倒到 变成是大到救不了 在这种情况 所以他这个警钟想起 不仅是恒大这家公司 也可能不仅是 中国的房地产产业 有可能是整个 中国经济的警钟 这也是为什么 中国的副总理 经济沙皇何立峰 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要对上市公司提出 更多的支援 以稳定资本市场 什么意思呢 就是放水放水再放水 你那个资金要赶快活落 就银行的钱要赶快就出去 可是你要知道 像恒大这种状况 他以前已经借了多少钱 那现在我跟你讲 他的这个地雷超大 不要说你看 他现在是怎么样 很多的房子盖到一半 没有办法继续盖下去 或者是盖完很久 卖不出去 这些未来问题怎么办 你不要说他的资产 很多很多房子 那就资底债好了 不好意思 现在房价不断跌 你资源是不抵债的 所以他们现在想到说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本来的恒大的本来资产 已经占整个中国GDP的2% 以前很怕死人 他创造出的一个经济就业的机会 是高达380万的一个就业机会之外 还有一个更可怕 他产业的连结度实在太多了 包括水泥业 包括钢铁业 往下游 带销 什么这些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些画面 就是有非常多的城抗 城抗是有人买房子 但是没有交房 或者是说 我就是你的上下游 结果后来你完全没有办法 把那一个这个帐 就是把那个支票就跳票 或甚至 我一辈子就买了这个房 就我缴了头七块 我甚至缴了几个月 整个一两年 你房子盖不完 因为怎么会盖不完呢 因为供应商没有拿到货款 他就不可能就把房子盖完 房子不盖完 他就不可能交屋 那所以我这些买房子的人 我就变成我钱丢进去了 结果一个没有盖成的房子 毛培屋 那我要怎么住 所以现在这个恒大问题一引爆之后 牵扯出的中国社会性问题 真的才要刚开始 扣下板机的刚提到是 恒大有很多个子企业 他们共同在香港挂牌 香港当地的法院扣下这个板机 也就是说这个裁决 一旦清算下去的话 保守估计六百万户的 买他们房子的会烂尾 六百万个家庭 可能就是 这会是国安危机 连恒大如果都撑不住的话 那已经非常吃简的中国房地产业 不是跟雪上加霜吗 是 刚刚恒大有个数字 我忘了跟大家讲 恒大的总负债 换算台币的话大概十兆 OK 那它的总资产 包括目前为止 香港上市两家公司 恒大物业这些两家公司 它所有资产弄起来 人家说拍卖的话 预估大概十亿美金 所以三百万代表 跟十兆台币的一个 所以根本就吓死了 那这个完全没有办法 那个洞才太大 那除了恒大之外 现在还没有公布 2023年 大概有233家的房地产业业者 宣布破产 那有人会说 233家有比较好了 为什么比较好 因为2022年是有三百多家 那你想说 好像有收敛了 不好意思 可能你往另外一个小度下 可能要倒的能倒的 全部都已经倒的差不多 那而且这个数字 其实完全不容乐观 为什么 你看这个倒的是谁啊 第一名天是浙江 天哪 浙江里面其中呢 刚刚提到说 230几家 浙江倒的大概就有30几家 36家左右 以高达占15% 浙江我们以前是认为是 阿里巴巴马云 它那个总部在杭州 杭州在浙江 是那一种中国富裕的省份 很代表性的 我以前曾经去那个浙江 就是那个跟着业者去那边看过 那个业者叫我们去吃饭 然后这一张 他就说 我现在在这个请客人吃饭 我都不知道付台币 还付人民币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知道我们今天吃这餐多少吗 他说多少 他说两万 两万人民币 哇 十万块一顿饭 就这样给他吃下去 对 顺风顺水 风风火火 可以这样 而且浙江我还记得 我们在关注共同富裕的时候 他是习近平清点 就说从这一个省份开始 变成共同富裕的示范区 因为他一起有钱才对 对啊 他已经共同富裕了 因为他的钱都分给别人 所以就掉下来 一起贫穷 共同富裕有两个诚意 到底是一起向上提升 还是向下沉沦 现在看起来 共同富裕的答案是向下沉沦 因为包括连马云 他自己的阿里巴巴 所有的股权 也都送给了共产党 那包括你看 不管是浙江 湖南 广东 新疆 江苏 其实前面这很可怕 一个数字是 前面这五个省 加起来 他所破产的家数 已经是2022年里面 刚提到的300多家里面的 一个占品高达一半 所以你就知道 这些富裕的开始 省份里面 已经开始都 房地产业者都已经开始倒 情况之下 更何况那些乡村的一个地方 所以现在中国 整个经济的状况 真的是非常的一个不乐观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数字呢 到了去年2023年12月 中国法拍 市场法拍屋 各类法拍屋员 已经来到了80万套 较前一年2022年增加36.7%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法拍屋 就是说 比如说我买房子 结果后来我没钱 没法到最后 银行吃去 所以就变法拍屋 所以你就知道 光从法拍屋的一个增加 就可以知道 不管是公司 或者是人民 现在真的是开始 越来越穷了 就变要睡了 这样子 去除了 clap 踩 霍 霍 感谢观看